沐云书做了一个难以启齿的梦 梦里一个帅得不像样的男人 粗鲁地扒光了他的衣衫 大刀地吻过他的唇 暴烈地将他压在了身下 为所欲为 太过真实的感觉 让他不自觉地抖了一下 身上的男人闷哼了一声 捏着他的下巴道 果真是个下贱的 这句话激怒了沐云书 这是在他的梦里 这混蛋居然敢骂他 你才下贱 你全家都下贱 他腰上用了巧劲 翻身就把男人压在身下 男人有些意外 睁着一双极致妖艳的桃花眼 看着他 你好大的胆子 沐云书低头 就狠狠地咬上了他的唇 睡酒笑大胆了 你怕是少见多怪吧 男人将他推开些许 桃花眼里站出杀戟 抬手欲去掐他的脖子 他一把将他的手 按在了床上 凶巴巴地吼他 男人 这种时候专心点 他扭了扭身子 男人倒戏一口凉气 眸光加深 再次将他压在了身下 他有几次想将他压回去 却因为男女体力相差太大 他没能成功 他在梦里有些憋屈 他怎么能让一个陌生男人 在他的梦里欺负他 而后 他原本就有些糊涂的脑子 彻底罢了功 他半梦半醒的时候想 如果梦里的男人听话一点 这种梦多做几回 也是可以的 不行啊 一记低沉悦耳 却不带一丝感情的男人传来 沐云书还没有反应过来 一盆水兜头朝沐云书泼了过来 他疼得一下就坐了起来 水雾迷了他的眼睛 他一时没看清人 怒道 阿汤哥 你疯了 阿汤哥不是男人 是沐云书同宿舍的女军医 一记冰冷的男人问 阿汤哥 是昨天和你共度春宵的野男人吗 陌生的声音 让沐云书一把抹掉 迷在眼睛上的水珠 然后他整个人都愣在了那里 眼前的男人坐在轮椅上 却依旧无损他的高贵和霸气 他虽然长了一双极好看的桃花眼 眸光却灵力如刀 薄唇微靡 高挺的鼻梁 让他的五官更加立体 精致好看的五官 配上冷到极致的气场 形成了巨大的反常 是沐云书最吃的那一块 可是他此时没有半点欣赏美男的心情 因为眼前的这个男人 和他昨夜梦里的男人一模一样 他很慌 他以为自己还在做梦 下意识拧了自己一把 痛得他倒出了一口凉气 紧被滑下 轻衣半遮 他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斑斑红狠 昨晚不是梦 是真的 昨晚的那个男人不就是你吗 容九思文言轻笑了一声 昨天虽是我们的大魂之夜 但是就你这恶劣的脾气 还不配让本王碰 本王昨夜要娶的人不是你 你偷换了盖头 处清积虑地嫁给本王 却在新婚业和别的男人点乱捣锋 莫云说 你这么自甘下检 是觉得本王腿瘸了 就拎不动刀了 他作为随军军医 去亚马逊丛林执行任务 被石人峰追着跳下山崖 这里明显不是亚马逊丛林 他再看了一眼房间 金丝南木的雕花衣柜 缠织帘的屏风 起上眉梢的拔布床 以及面前身着古装的绝色美男子 所有的一切都在告诉他 他穿越了 而且是地狱模式的开局 当然不是 荣九四冷声吩咐 撤下府里的红绸 挂上白帆 对外宣称王妃暴毕 牧云书听到这话 就知道他这是要杀他了 昨夜那个男人真的是你 荣九四连看都懒得看他 转动轮椅朝外走去 他身后的是为剑气 刀锋直指牧云书的心口 喂 你真男人 也太没良心了吧 这是提起裤子就不认账吗 荣九四没有回头 剑切手里的刀 离木云书只有不到三尺的距离 木云书脑子转得飞快 他虽然还没有远处的记忆 弄不明白眼前的情况 但是他感觉到荣九四的眼神不对 昨夜的那个男人 虽然和荣九四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两人的气质完全不同 重点是他坐在轮椅上 腿应该是瘸的 而昨晚那个男人的腿强劲有力 天了 他该不会真的在新婚夜 就给他戴了一顶绿帽子吧 他看着眼前的刀 眼泪立即就流了下来 看着拿刀指着他的侍卫道 是你 居然是你 你昨夜睡了我 无负责任也就算了 还要上我面口 你还是男人吗 已经转着轮椅 走到门口的荣九四 默然回头 剑切下的跪在地上的 王爷 属下没有 不是属下 昨夜 王爷迟迟没有来新房 我等到半夜蜡烛燃尽了 他进来的时候 我以为是王爷 如果不是他刚才拿刀指着我 我看强他的脸 是怕都要被他蒙控过去了 虽然我昨夜认错了人 但是我对王爷却是一片真心 我早就爱王爷入骨 为王爷吃 为王爷狂 为王爷狂狂撞大墙 眼下发生这种事情 我 我活了 他这话说完 就装模作样的 就要撞墙 屋子里所有的人 都用极为古怪的眼神 看着他 气氛一时间变得十分怪异 木云书有点云 根据穿越套路 原主处心积虑的换盖头 嫁给容九思 那肯定是爱他如痴如狂 可是 现在他们为什么是这种表情 他现在要撞墙了 好歹来个人拉他一把呀 还真是个门口谎言的谎话精啊 你死在房间里 还得弄脏本王的屋子 来人 把穆云书拖出去 陈湖 穆云书不知道哪个环节出了错 撞墙没人拉也就算了 还要将他陈湖 王爷想知道肩膚是谁 这事啊 没人比你更加清楚 容九思美理他 清白了一下手 众暗卫就拽着穆云书 往外面拖 你不想娶我就别娶我 就何必做这种恶心的事 王府是你的王府 我从外面嫁进来 对王府一点都不熟悉 我去哪儿偷人呢 能潜入王府 进到洞房的男人 只可能是王爷你自己受益的 你腿瘸了 不能人道 碰不了我 可不就只剩下 让你的侍卫来做这种 见不得人的事了 这种事你敢做 却不敢认 欺负我一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算什么本事啊 他这一番话说完呢 几个暗卫 不相交换了一下目光 王爷不能人道 他可真敢说呀 你说什么 如果那个人不是你派来 他却能轻易进到新房 这只能表示 你是个无能的人 将连自己的王府都大力不好 出了这样的纰漏 却把所有的罪状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还是男人吗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知道啊 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陆云书只觉得他身上微压极重 要不是暗卫拽着他 他怕是已经跪下去 他就没有见过 气场比他更强大的男人 昨夜 我在他的胸口挠了一刀 王爷不是想知道 江湖是谁吗 不如就让王府里所有男人 衣衫脱了 一咽便知 堵住他的嘴 脱下去 陈狐 众安卫立即以指令刑事 这个杀千刀的狗男人 众安卫押着墓云书出去之后 剑气立即拉开了胸前的衣衫 以正清白 王爷英明 他的胸膛没有一丝抓痕 荣九思没理会他 退下 当屋子里 只与荣九思一个人的时候 他略犹豫了一下 终身拉开了衣领 露出剑术的密色胸膛 胸膛上赫然有一道抓痕 荣九思拧眉 看着那道抓痕 他眼里有些不紧 他昨天歇下的时候 身上并无抓痕 这道抓痕哪来的呀 他没有一点 关于这道抓痕的记忆 难道昨夜他 外面传来脚步声 他立即将衣衫合上 侍卫领着宫里的 一个太监进来 那太监行万里之后便到 传太后旨意 宣定王和定王妃进宫 恭喜王爷取得如花美眷 太后娘娘对定王妃啊 十分满意 太后娘娘说 他盼着定王妃 给王爷生小世子 他可不能有半点甩尸啊 王爷 您看什么时候进宫 给太后娘娘敬茶呀 公公先去花厅喝点茶 本王换套衣衫就过来 剑七去看看沐云书死了没 没死的话就带过 王爷 太后一直不待见您 您的腿变成这样 和他有脱不了的关系 沐云书能够成功换解 苏小姐的盖头 代替苏小姐下进王府 只怕有太后的手臂 太后此时要见您 八成是想羞辱您 你是想拖延时间 等着沐云书死了 然后让太后用这事 来问罪本王吗 剑七脸一白 说了句不敢 便飞快地跑了出去 快速走到王府的湖边 几个暗卫正往回走 沐云书呢 已经沉进湖里了 来晚了吗 早知道就不拖延时间了 他的面色不太好看 暗卫误会他的意思了 你放心 我们把他扔下湖的时候 除了绑住他的手脚外 还在他的背上 绑了一块大石头 我亲手把他沉下去的 确认他扶不上来之后 我才离开 算一切时间 他应该已经戏绝身亡了 剑七的脸更黑了 太后要见他 他若死了 太后一定会为难王爷 别默契了 赶紧救人啊 他们方才将沐云书 沉湖的时候十分利索 这会儿跳下湖里救人 也很利索 只是 他们跳进湖里后 发现石头在 绳索也在 就是人不在了 安卫从湖里探出头 对剑七道 人不见了 我把他逃走 用的是军中榜人的法子 一般人不可能解开的 我之前没听说 沐云书汇水啊 一具尸体汇到哪里去啊 大白天的 剑七后背 冒出了细密的冷汗 他肯定还活着 跑不远的 赶紧找人 是 如剑七所料 沐云书确实没有跑远 他从湖的另一面 爬上岸的时候 就看到剑七来了 他觉得 今天得罪了剑七 他这会儿过来 八成是来鞭尸的 他怕被人沿着水迹找来 在花丛里 拧干身上的衣衫 然后就躲进旁边的花丛里 三月的春水 还很是寒冷 他被风一吹 冻得直发抖 他看到旁边有一间柴房 果断钻了进去 他知道 自己一旦被他们发现 就必死无疑 他打算在这里 狗到晚上 然后再找机会 逃出定王府 他刚怂了一口气 就发现 脑子剧痛无比 一堆不属于他的记忆 钻进他的脑海 他理清脑中的记忆时 他整个人 是大写的生无可恋 原主的人生 总结下来就是 欺男霸女的女王库 不长脑子的大蠢货 自私自利的大绿茶 在京中声名狼藉 这一次 他原本应该 嫁给定王的侄儿 当朝三皇子 说嫁前夕 三皇子找到他 说定王意图谋反 想让他前进定王府 为他搜集证据 而定王府守卫森严 等闲是进不去的 所以想让他 嫁进定王府 做他的内应 墨云书翻到这段记忆时 是真的想 原主脑子有多大的坑 才会同意做这种事情 三皇子明白了 是个大渣渣 不想娶他 还想利用他 他在答应三皇子 嫁给定王的那一刻 基本上就注定了他的死局 他终于明白 他说他喜欢荣九丝食 他们为什么是那样的表情了 只是他脑子里 并没有原主换盖头的记忆 他想起昨天晚上 睡他的那个男人 脑袋就更痛了 因为他在脑中搜索了一圈 发现定王并没有双胞胎兄弟 皇族之中 没有人的长相 和他相近 而定王完全否认他睡过的 前世因为工作的原因 学过微表情学 今天他试探了定王好几次 他脸上的表情都在告诉他 他对他十分不屑 不可能碰他 所以昨夜的那个男人 到底是谁 墨云书是真的替自己委屈 他前世救死扶伤 积了不少功德 穿越到这样的场景 这样一个人身上 他很想问问穿越大神 您是认真的吗 眼下这样的开局 我要如何才能活下来 他本来打算 晚上想办法离开定王府 回他自己的家 却发现 原主早已把他娘家所有的人 全部得罪过 他娘家的人 就不可能会收留他 除此之外 原主在京城还得罪了很多人 门外有脚步声响起 他知道是来找他的 间期的声音传来 王爷 他解开了安慰榜他的绳索 从湖里逃走了 我们在岸边发现的水次看来 他上岸了 但是我们在附近找了一圈 都没有他的踪影 把柴放在门打开 剑气应了一声 一脚把门踹开 沐云书躲在柴垛里 天人交战 他此时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躲在里面不动 另一个是主动出来 这两个选择可能都会死 但是至少有一个稍微主动一点 也许能为自己争得一点生机 他还没有完全想好 容九思冷声道 把那边的柴斗搬开 他从柴出来 对着容九思挥了挥手 王爷 好巧啊 沐云书又笑咪咪的 对剑气道 班柴都挺累的 小哥哥谢谢 别累着了 他往后急退 抱着胸 一脸戒备地看着沐云书 沐云书知道 剑气没有他出来时 就拿一刀贴了他 就表示容九思这会儿 没打算杀他 王爷亲自来找我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做 只要我能做到 我一定全力配合 他知道 这场婚事的前夜后过后 就再也没有之前 那么理智气壮了 毕竟容九思原本要娶的 是那位苏姑娘 和容九思青梅竹马 两人感情极深 你还真像传闻中那般不要脸啊 他因为刚才在柴垛里钻出来 整个人看起来 有些狼狈 因为寒冷 而有些发白的脸 发青的唇 又有些楚楚可怜 容九思看到他这副样子 微微别开眼 他看了眼旁边的剑气 脸面要是能让王爷放我 我愿意把我的脸放在地上 任凭王爷踩 能在水中挣脱绳索逃脱 本王还真是小看你 只不过就是雕虫小气 难当大雅吃疼 王爷要是喜欢的话 我每天都可以给王爷摇眼一遍啊 他虽然只是军医 却也会接受各种训练 被绑架时解绳索 是他最喜欢的训练 今天他被暗卫尘狐的那一刻 他就已经把绳索解开了 本王怕每天看到你会 他这是要把天了死了 容九思转过轮椅 就走了出去 慕云书有些意外 就这 我弄死我了 剑气一脸戒备地看着他道 愣在那里干嘛 还不快走 慕云书虽然不知道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但是看现在这光景 他大概暂时不会死了 他暗松了一口气 快走 慕云书凑过去问他 小哥哥 昨天晚上那个人 真的不是你吗 不是我 他怕他不信 将胸口的衣衫 扯开以正清白 看到没有 没有印字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不是你 不过 你的身材挺好的 你平时是怎么练的 你休想打我主意 你休想着凉了 在这个缺衣少药的时代 异常感冒 就能要了人的性命 而荣九思肯定不会给他请衣问药 等他把自己全部收拾妥当后 荣九思的耐心也基本上要后光了 你现在可以跪下来求本王了 求什么 当然是求本王给你一条生路 慕云书听到这话却吓了 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 让你杀不了我 他看着他的眸光更冷了几分 慕云书却开心的笑了起来 还真是啊 他说完对着西方拜了拜 波族保佑 当信女有钱了 就去给您重塑今生 他发现他的思路有益于常人 虽然现在是王爷有求于我 但是王爷放心 我呢 绝对不会提什么过分的要求 不管您接下来让我做什么事情 只要您给我一万两银票 一纸和离书就可以了 你再跟本王谈条件 这哪里能算是谈条件呢 这只是各取所需 你看啊 王爷您那么讨厌我 根本就不想看到我 既然我们两看相厌 又何必互相折磨呢 您修了我 随时都能娶一个 貌美如花的金钟贵女 或者神仙般的日子啊 容九思转着轮椅 走到他的椅子前 他伸手捏着他的下巴 莫云书 你的存在 对北王而言就是羞辱 你根本不配跟本王谈任何条件 既然如此 又是什么促使王爷改变想法 放我一条生路呢 我现在就在王爷的手里 王爷随时可以杀了我 王爷不杀我 就表示我还有用 既然我有用 为什么就不能谈条件呢 你这么想死啊 那本王成全 他的手略一下移 便掐在他纤细的脖子上 莫云书立即就想起了 关于容九思的传闻 他是先帝最小的儿子 和当今皇长子同岁 他自小聪慧无双 是大晋赫赫有名的战神 他是真正的文武全才 手握大晋过半的兵马 全是滔天 一年前 从无败绩的他 被下属背叛 身受重伤 虽然活了下来 却不良于行 他不得不交出手里的兵马 为惊中养伤 这样的一个人 平心而论 莫云书是佩服的 前提是 他不要他的命 他下手极狠 很快 他有了窒息的感觉 死亡的气息将他淹没 但是他心里清楚 若是他真想杀他 他再挣扎 也无法挣脱掉 所以他睁着一双眼睛 平静地看着他 莫云书在赌赢了 他就能真正为自己 争得一丝生机 赌赢的话 那就死了算了 这开局实在太烂 他玩不转 事实证明 他赌赢了 在他感觉到眼睛发黑的时候 容九思的手松了开来 你还真是让本王意外 是王爷忍词 容九思看着他的眸光里 多了几分打量 今天从莫云书醒来到现在 他的应对 可不是传说中 蠢或该有的样子 一万两银子好说 和黎叔也好说 但是 你得向本王证明你的价值 否则 你真的没有活着的必要 王爷 想让我怎么称名 容九思的蠢脚微微勾起 眼里满是高深莫测 陪本王进攻见太后 莫云书觉得 只是见太后的话 不应该让他做出妥协 这里面一定还有他不知道 更深一层的东西 但是他对这更深一层的东西 没有兴趣 只要他拿到银子 离开定王府 以后这些事情啊 就跟他没有关系 见一次太后就可以吗 是的 不过见到太后之后 要怎么说话 你得听本王的 沐云书有些戒备 并没有一口答应 皇宫那种地方 太后那种在宫斗里 最大的赢家 怎么看都非常危险 他要真听他的呀 他说什么 他都听什么 只怕会得罪太后 他就算是今天能活着 出了皇宫 拿到银子和和离书后 也不能平安离开京城 怎么不愿意 那你就真的没有 活着的价值了 王爷先跟我说说 我要在太后面前说什么 万一王爷 让我去接太后的短 当众辱骂太后 那不是让我去找死吗 不需要 你只需要当着太后的面 承认对本王一望 情深 爱本王入骨就可以了 他刚被掐了脖子 胃有些翻腾 这会儿听到这种话 一时间没控制住 吐了起来 他忙压下反胃的感觉的 王爷别误会啊 我不是看到你想脱 我只是胃有点不舒服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成交 劳烦王爷先把银票 跟和离书给我 容九思看着他的眼里 多了几分打量 他进帝王府 有什么心思 容九思再清楚不过 他不可能主动离开 他这样做 大概率是为了 让他放松警惕 然后达到某些 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倒想看看 他想耍什么花样 银票是现成的 和离书就更简单了 只需要容九思写出来就好 他把这些东西 往沐云书的面前一放 他伸手去拿 却被拦下 你有多卑劣 全京城人紧皆知 东西给你了 你很可能会不认账 这样吧 和离书你先拿着 银票等从宫里回来后再给你 沐云书一看他的表情 就知道这是他最大的让步 想来王府不会却这一万两银票 王爷也不会欺负我 这么一个弱女子 这事儿 便宜王爷了 他说完便站了起来 却突然脚一软 一头栽在了容九思的轮椅上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容九思行动不便 只来得及往后撤了些许 于是 沐云书摔在容九思身上 最尴尬的位置上 两人同时无语 他心里郁闷的不行 只是想要趁着摔倒的机会 摸一摸他的腿 他想弄清楚 他是不是真的瘸了 是不是昨天晚上 睡了他的那个人渣 他真没想跟他 有这么亲密的接触 放手 可能是今天着了凉 我刚才晕了一下 王爷别介意哈 太后还在宫里等我们 让他老人家等久了 多不好意思啊 他想起居心不良的太后 他还有些用处 来人更衣 王爷更衣 我去外面等王爷 不在他也得到了 他想要的消息 他刚才趁他掐他的时候 抓着他的手腕 为他把了脉 他有脉象沉挚古怪 是中了剧毒的脉象 他中了这么厉害的毒 还没死 真的是奇迹 他的腿虽然摸着 和正常人一样 但是他的手 按在他的膝盖 特定位置时 他的腿连膝跳反应都没有 他那么讨厌他 刚才那样的情景 他的腿要是能动 估计会一脚把他踢飞 以此推断 他的腿是真的有问题 至少不可能站立 也不可能半夜跑来睡他 那么问题来了 昨夜睡了 他的人到底是谁 他还没有想出半点头绪 容九思已经换好衣衫出来了 方才那套衣衫不用洗了 直接烧了 是 知道我这是又被嫌弃了 这狗腿子至于这么明着暗示我吗 他洗什么手啊 有本事把我刚才碰过的手剁了呀 王爷这就换好衣衫了 这套衣衫 趁得您更加风流替讨 玉树凌风了 在本王不想听到你声音的时候 你最好闭嘴 本王怕忍不住拔了你的舌头 进攻 两人一起上了一辆马车 直接进攻 他刚才没想明白 昨夜 谁睡了他 却已经想出来 如何解容九思的毒 他前世 是以古一世家最优秀的传人 被特招成军医的 他被誉为 最有天分的军医 中西医兼凶 虽然救死扶伤 是医生的天职 但他不会去救容九思 他这具身体的援助 他第一反应应该是 他有别的图谋 然后一刀把他给剁了 他摔下来时 脸贴在他小腹时的感觉 又涌上了心头 生出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 心脏不受控制的 跳得快了些 难道是我的毒提前发作了 可是这一次为什么 没有之前发作时的追星之痛 马车很快就到了宫门口 不晕书看着庞大雄伟的皇宫 轻轻叹了口气 见其是侍卫 进不了宫 有太监过来 越来推容九思的轮椅 爱飞 你来帮本王推轮椅吧 爱飞 这个称呼也太暧昧了吧 太后在等我 不能让他老人家久等了 直接本王在带你逛皇宫 他要干嘛 此时温柔的 向所有龟中少女 期盼的梦中情郎 他用眼神询问他 他现在是不是可以说话呢 这里人多 王爷这样叫人家 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他这么恶心 要不要一进劈了他 别闹 王爷 爱飞这个称呼太肉麻了 你直接喊人家的小娘说说嘛 他有些后悔今天的决定了 他应该在王府就让剑机把他劈了的 只是他们已经到了宫门口 好 依你 王爷真坏 我好想一剑劈的这个女人 王爷 这样你喜欢吗 喜欢 看到王爷这么高兴 我就更高兴了 你够了 见到太后的时候 也是依着刚才这种调调吗 墨云叔 如果你还想活着 就不要再弄本了 瞧王爷这话说的 我是亲了你一次 但是刚才 是你亲了我 我们扯平了 凶什么凶啊 你有本事就把你的脸跟车一起全死了 其实王爷先演上的 我不过是接王爷的戏 接着演 罢了 也是王爷自己先说的 要我在太后面前 演对你爱入骨髓的样子 不过是遵循王爷要求在演 我这么兢兢业业的演戏 王爷不夸我也就算了 还这样凶我 就有点过了 王爷如果想要调整 后续的演戏方向 还请试下 你刚才演得太过 收一点 好好好 我听王爷的 不远处太后的眼线 把这事全看了去 回报给太后 恩爱夫妻 有点意思 你去皇后那里 把三皇子夫妻也请过了 就说 哀家想和他们说说话 昨天荣九司和荣景彻 同时成亲 依着规矩 他们都要带着心腹 给太后和皇后敬茶 墨云叔来的路上 就翻了原主 关于太后的记忆 太后并不是先帝的缘后 你父皇在世时 就盼着你成亲 如今 你终于成亲了 你父皇 说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开心 本王成亲了 太后不开心吗 墨云叔知道 太后是故意 要给他下马威 这一关果然不好 太后不会让我 一直跪着吧 自然是开心的 你是哀家最小的儿子 你成亲了 便了了哀家的一桩心事 本王出门前就对你说过 你虽是阴差阳错地嫁给了本王 但是太后一定会很开心的 你成亲 哀家当然很开心 只是你这新娘子 哀家瞧着 好像哪里不对 先跪着吧 与本王拜堂的是他 和合金九的是他 洞房的也是他 不知太后觉得哪里不对 陆云叔知道 他现在站起来 是打太后的脸 他现在不站起来 后面就很难再和他演 夫妻情深的戏码 我就说嘛 荣九四怎么可能 只让我进一次宫就放过我 这狗男人就是想弄死我 我天不让他如愿 王爷 我好害怕呀 你怕什么 今日进宫前 王爷说 我本不该是他的王妃 太后娘娘看到我时 一定会非常生气 会让人砍了我的脑袋 你现在是定王妃 只要你不犯大错 太后娘娘是不会砍你脑袋 你这么害怕 是做了什么错事吗 太后娘娘曾经说过 这个世上最美的东西是爱情 所有为了爱情 而不顾一切的女子 都是勇敢的 是值得尊敬的 这话 太后娘娘还认可吗 这话是太后在她的爱女 昭华公主 与人私奔后 皇族又没办法遮盖下这件事时 说的话 当然 但是这句话 和你做下的错事 又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实不相瞒 我自想恋慕定王 我自那时期 便想要嫁给她为妻 只是她是文桃武略 风华无双的定王 而我 我只是一个没了娘亲的嫡女 我无才 无德 无能 根本就配不上她 却依旧不敢做嫁给她的美梦 直到昨日 我和苏小姐等在喜庙时 我知道 这是我嫁给定王唯一的机会 便决定 拼上一把 沐渝书 果然是你 你怎么能那么无耻 值媳妇不要生气 这不是无耻 太后娘娘说了 这是勇敢 这一声值媳妇 真的是太扎心了 她可真敢说呀 太后有所不知 本王其实也喜欢叔叔很多年了 昨夜本王揭开盖头 发现是她 不知道有多开心 这不可能 王爷不可能喜欢沐渝书 王爷是在骗我 我虽然不如值媳妇优秀 却尚在是真相情 王爷就喜欢我这一点 这是王爷请出来的 王爷 王爷他怎么可能会碰你 实不相瞒 昨夜王爷要了我十回 容九思的眉心抖了抖 用了最大的意志力才忍住 没把她一把扔出去 王爷 你若喜欢沐渝书 那我呢 我们那么多年的婚娱 我从十五岁等你回来定亲 你等就是四年 难道我就是个笑话吗 警察 管好你媳妇 本王是他的长辈 他用这种语气对本王说话 太过无礼 是 玉兴 我们如今已是夫妻 我一定会好好待你 他已经和容景彻原房 这辈子和容九思都没可能了 园主做下的事情 他穿越过来 园主的锅他都得背着 唉 哀家老了 管不了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事了 这事往后都不许再提了 你们去御花园里上花吧 在他们往外走的时候 沐渝书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 那香气有些古怪 他一时间却记不起来 哪里古怪 王爷 是不是有人逼迫你 非去沐渝书不可 在这世上 没有人能逼本王做任何事情 我不相信 不相信王爷会喜欢他 容九思额迁地轻轻抱起 心口悸痛 这是独发的前兆 他得马上离开皇宫 你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本王现在的王妃是沐渝书 还有 你最好也认清楚自己的身份 本王现在是你的王叔 爱妃 我们走 九思 你怎么能对我这么残忍呢 王爷刚才说了 让你喊他王叔 沐渐人 这里没有你说话的话 温柔的淑女 不说脏话 有损形象的 还有 我不叫沐渐人 我叫沐渐书 你可以叫我王婶儿 知媳妇 你等着路了 麻烦让一下哈 我先不让 你能拿我怎样 你喜欢这里啊 那你就站在这里呗 你今天不说清楚 不准走 走 王爷 你怎么了 九思 我不信你是真心喜欢沐渐书 你把话说清楚 否则今天 我们两个死一个 你要想死你自己去死 我跟我家王爷 是要父亲恩爱 白头到老的 你不要离开我 走 王叔 你这是怎么 一言不发就动手 是个狠人 我快要呼吸不过来了 救命啊 卧槽 九思 你这是怎么了 快松手啊 他这是疯了吧 连自己的青梅竹马都打 哎呀王爷 王爷快松手啊 再不松手 救出人命了 三殿下您没事吧 王叔若是对我不满 可以打我骂我 怎么能下这样的毒手 王爷 你没事 真的是太好了 你要死 也得死在皇宫外啊 这样 我也许还能继承你的家产呢 牧云叔 你这个贱人 放开九思 你刚才是怎么回事啊 现在怎么办啊 起开 我们刚才也算是共换囊 你要怎么做 跟我通个气 我答应进宫走这一趟 不是来送命的 今天摆明了有人要害你 你要出事 我也会没命呢 你可能会死 本王却不会有事 早知道他这狗得笑 我刚才就让他掐死容景彻 他们一起死了 这世上就少两个祸害 很快 太后就文训赶来 这是怎么回事 没事 就是本王和晚辈开了个玩笑 王叔可真会说笑 这是玩笑 你放下分明是想要掐死我 那你死了吗 你还能说话 能喘气 那就是本王在和你开玩笑 现在的晚辈 一点礼貌都没有 连长辈开个玩笑都接受不了 真是不笑 定王 你虽是长辈 跟晚辈开玩笑 也要拿捏好度 以后那些开不起玩笑的晚辈 就别在本王的面前晃 省得丢人现眼 本王乏了 为辅 爱妃 随本王回辅 他以为太后会出声拦他们 太后也没有发话 他们一走 太后便让人扶着容景彻 去旁边的殿中休息 张嘴 他们打人用了技巧 苏玉心的脸都没有红 我已经按太后娘娘交代的 拦下了定王 随心亲眼见到他 此时已经毒发 眼睛全红 就要暴力发黄 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居然就没事了 奴才已经将药引下在门口 定王 今日一定会毒发的 你没做错 他也没有做错 难道是哀家的错 不敢 没用的东西 这点小事都办不好 今日这么好的机会 居然还让定王逃脱 你们真是废物 我下次再设局 一定能治他的罪 你和他从小一起长大 真能下得了这样的狠心 我当年 释放太后娘娘之命 接近定王 我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让他相信我 以便为太后娘娘做事 对他 绝无半点儿女私情 谅你也不敢 还请太后娘娘 再给我一次 相公折罪的机会 这一次 他应该已经起 你暂时不要轻举妄动 反正 他也就只有三个月的命了 也不急在这一时半会儿 是 娘娘怀疑苏玉心 殿下还说不好 今日定王没有毒发 这事不对 你派人细查 墨元叔此时已经和荣九丝出了宫 他到此时也想明白了 今天从太后宫里出来时 闻到的那股子香味 就是让荣九丝毒发的药引 估计荣九丝身上的毒 和太后脱不了干系 定王府太危险了 太后和荣九丝两人都不是省油的刀 我才不要烫这趟浑水 这哪来的 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拿针扎本王 我那不是在扎王爷 而是在救王爷 他原本想说一下他中毒的事 又想起这具身体的原主 是个大妃 突然懂医术这事说不通 借荣九丝中毒这事原本就是秘密 王爷今天的样子好吓人了 好在我身上戴了针 把王爷扎醒了才没有酿成大祸 要不然今天我们都出不了宫了 按你这说法你还成了本王的救命恩人了呢 救命恩人这事不敢当 如果王爷真的对我心存感激的话 一会儿多给我一万两银子 本王对你心存感激 感激你在大婚夜的时候 给本王戴绿帽子 这事扯平了 刚才那话就当我没说过 他一想到离开 拿了和离书和银票 就能离开京城 他就开心到飞起 王爷真是好人 王爷长命百岁 福寿安康 和离书我也收好了 我跟王爷以后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我先走了 王爷再见 啊不对 是永远不见 王爷 真这样放他走 他走不了的 为什么 孙远书离开王府之后 准备连夜离开京城 穿越来的第一天 虽然有点折腾人 但是至少现在的结果是好的 当出了京城之后 他就隐姓埋名 有荣久撕给他的一万两银子打底 他在开间小医馆 就能过上幸福的小日子 就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孙远书 多大的仇 多大的怨 是玉仪见面就动刀吗 徐敏 他此时也认出了对方 是大将军府 唯一的嫡子 是京中赫赫有名的大纹库 两人之前并不算数 孙远书 你怎么能这么狠 你放着三皇子不嫁 偏要调换盖头 嫁进殿王府 抢走玉仙的义中人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难不成 你喜欢苏小姐 他看到徐敏脸上的表情后 不是吧 真被我说中了 你喜欢苏玉仙 你就把她娶回家呗 你娶不到她 你冲我 发什么脾气啊你 老子要娶事 关你屁事啊 你破坏别人的幸福 就是个犯贱呐 老子今天要替天行动 劈了你这个贱人 他说完 欲去捡 被他贴落的刀 谁在放案件 想杀老子 回答他的是另一只利剑 沐云书反应极快的 一把将他扑倒在地 你要死也死在其他地方 别跟我死一起啊 你老子远一点 我就躺在这里不动 你要动自己动 他说完 觉得这话有奇异 直接一脚把薛敏踹到了一边 你居然还敢踢老子 我又踹你了 你继续站起来骂我呀 他们好大的胆子 没疼我让我爹杀了他们 只怕等不到你爹来 你就已经凉了 他们放着你这种祸害不杀 跑过来杀我 简直就是没千里 可能在他们看来 你比我更像祸害吧 沐云书懒得理他 趴在地上 顺着脚边的阴暗处 往前爬 徐云明想了想 也跟着他往前面爬 你知道是谁想杀我吗 这事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 我知道 我不知道啊 领着你喝酒 趁你喝得有些醉了之后 怂恿你来杀我的人 就是要杀你的凶手 不可能 玉昕绝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是苏玉昕 所用你来杀我的 他当然没有 他那么好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情 他比你好一千倍 好一万倍 像你这样的人 才是真的该死 沐云书懒得理他 继续往前爬 他得想办法 离开这条僻静的巷子 要不然 他就算不被人杀了 也得被徐敏蠢死 嫌弃沐云书站起来 想往另一边走 结果才站起来 立剑就射了过来 别舔我鞋底啊 身后想起脚步声 估计是在外面围杀的人 迟迟看不到两人出来 决定近距离杀人了 沐云书见这里 离巷子口并不算远 拽着徐敏 飞快地站起来 朝巷子口跑去 敢杀老子 你知道老子老子是谁吗 沐云书要不是知道 自己此时的小命 和徐敏绑在一起 他真的想拿刀 把他的脖子抹了 他忍了忍 捅了手在巷子口的黑衣人 你哪来的刀啊 你带过来的刀啊 所以你刚才是拎着刀往前爬的 我怎么不知道 沐云书觉得他的话太多了 旁边又冲出了一个黑人 一人一边 各安天命 那些人肯定都是来杀你的 刚才不顾身人所人罢了 我们一分开 我铁地就安全了 不到十余西的时间 徐敏疯了一样地跑过来 救命啊 他路过他身边的时候 可能是觉得 他在身边比较安全 拽着他一起逃 身后的追兵紧追不放 他们几次都险些被杀 都是沐云淑姬米 掏出生天 竟越跑越偏 四下都看不到巫社 一条河拦在了他们面前 他们有完没完呢 现在怎么办啊 真的是老虎不发威 他们就以为老子是Hello Kitty啊 什么东西啊 他听到不远处传来脚步声 看你想办法呀 少废话 现在怎么办啊 你说句话呀你 什么声音啊 我数一二三 你就跟着我一起跳 啊 跳什么 下一瞬 一群马蜂乌泱泱的飞了过来 要不要那么刺激啊 沐云淑一天之内 被人扔下壶 又主动跳下河 他也很郁闷啊 沐云淑和徐敏 游到对岸后 累得半死 河对岸的黑人 惨叫声此起彼伏 扑通声传来 是有黑人 受不了被马蜂车 也跟着跳了河 快走 旁边又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 还来 有完没完呢 爹 我好想你啊 我这次要是不死的话 我一定听你的好好习武 看到前面 有座看起来十分气派的宅愿 想着自己反正要死 还不如进去搏一把 于是 他飞身越上院墙 往里逃 群民有样学样 跟着他越上院墙 他听到了轮椅转动的声音 不会这么巧吧 艾飞 你半夜爬墙 是在撕毁肩肤吗 这是什么修罗场啊 误会误会 他该不会就是你的阿汤哥吧 啊 王爷怎么知道我的小名 叫汤汤啊 这是什么见鬼的缘分 不是 这事跟他没关系 他不是阿汤哥 这事护上了 护 护你妹呀 要不王爷还是杀了他吧 你这女人有没有心啊 我们今天晚上经历那么多事情 你今儿还想杀我啊 最可怕的是 眼下的情况 比他离开时还要糟糕 他想活着 就必须想办法留在定王府 我出门一趟 是去为王爷找妖方的 我有办法让王爷重新站起来 龙九四清白了一下手 几个侍卫过来将徐敏拉走 虽然我和他今天晚上一直待在一起 跟他一起跳了河 一起施了身 但是我们之前清清白白的什么都没有 顶多就是他拉过了我的手 给我闭嘴 我之前挺讨厌他的 但是今天和他生死一共之后 觉得他人还不错 虽然他不要脸的换了盖头嫁给了你 你妹将成亲了 你对他好一点 剑气飞起一脚 把他踹飞出去 你爹没教好你 那就有本王来教你做人吧 爱妃看起来有话对本王说 我们会防守 王爷站不起来不是因为受伤 而是因为中毒了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 昨天在皇宫里 王爷之所以会毒发 是因为有人故意用药引 引王爷毒发 你怎么知道的 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知道这些 且有把握让王爷重新站起来 王爷想重新站起来吗 王爷放心 这里是定王府 我绝不敢上你分好 我只是想要证明 我能解得了你的毒 治好你的腿巴了 王爷为了解毒一定是想尽了办法 你如今还是这副样子 估计是束手无策 为何不让我试一下呢 王爷能让我去泡个热水澡吗 你什么时候觉得医术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真的有办法治好你 你要是再不让我泡个热水澡 可能这个世上唯一能救你的人 你就要冻死了 来人请服医 他劳累过度又感染了风寒 治起来会有些麻烦呢 想办法救活他 别让他死 他解不了容久思的毒 治风寒却不在话下 坚持医回来了吗 回来了 他在前院等王爷 当时那一片全都是马蜂 疯了一样的 朝追杀他们的人遮 属下长这么大 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马蜂 属下当时和他们隔得甚远 都被波及到了 哪来那么多的马蜂 不知道 但是看当时的情景 应该和慕云书脱不了关系 不是说他是个蠢货和废物吗 他今天又是徒手解绳索啊 又是引来马蜂惠人 这是蠢货和废物能做得来的事情 是他救的徐敏 是的 徐敏原本是来杀他的 而后他发现 可能是对方要杀徐敏 家伙与他 他就带着徐敏逃跑 今天在宫里 他就发现了他懂医术 他当时就想套他的话 却知道他不可能在他面前说实话 所以出宫之后 他一句话都没有问他 是知道 他根本就不可能活着离开京城 慕云书再醒来 已经到了黄昏 一定是我还没有睡醒 这苦逼的日子 一定是在做梦 我在睁开眼睛 一定能回家的 你最好能证明 你有活着的价值 否则本王能立刻送你归西 老子不想穿越 老子想回家做人身爱戴的国艺圣首 你的医术是从哪里学来的 老子天赋异禀 自学成才 不需要人交 老子 你是谁老子 你是我老子 好冷啊 都好晕啊 我是不是快死了 我死了不打劲 打劲的是 以后没有人给王爷支腿 王爷要做一辈子轮椅了 本王给你三天的时间 你要是解不了本王的毒 你就去门口的桂花树下 做花肥去 王爷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中毒已经一年 期间至少接受过五个以上的大夫的治疗 这些大夫通通对王爷中的毒束手无策 有些一开始就路子不对 还有一些呢 一开始有点笑 后面就无效了 你中毒最初的时候 腿是能正常走路的 这些大夫中 有人为你压制毒素 方法却没有用对 你的腿是那个时候不能走的 看来 全面我猜对了 这些人给你吃了这么长时间 虽然暂时保住了你的命 却让毒素扩散到了你的全身 我想现在给你解读的大夫一定告诉我你 你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月 谁告诉你这些的 没有人告诉我呀 这些都是我根据你的脉象诊出来的 你不是沐云书 你是谁 我不是沐云书又能是谁啊 我娘生下我就去世了 她死后不到一年 我爹就娶了后娘 我若不表现得蠢一点 根本就活不到现在 每个人都有一张适于人前的面具 而我只是想要活着罢了 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 梦里跟白胡子神仙学的 她就鬼扯了 对王爷而言 只要我能替你解读 我的医术跟谁学的重要吗 你的毒手经已经渗进五脏六腑 如果不是你内力深厚 你早就已经死了 在这种情况下 要替你把毒清理干净 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 王爷是要花半年时间让我帮你解读 还是现在弄死我 你自己决定吧 本王凭什么信 这我哪知道啊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爱信不信 你要不信的话 现在来弄死我呗 你要是现在不想杀我 能不能给我弄点吃的 终酒思没理的 你先别走啊 起来 王爷 出什么事了吗 出去 王爷早上还对沐云书厌恶至极 晚上两人就抱成一团了 这也太善变了嘛 王爷 出去 沐云书 你平时就是这样勾引男人的 只可惜你就算脱光了 本王爷不会看你一眼 王爷放心 我对你没兴趣 我很饿 我快饿死了 剑七 让厨房送碗粥过来 王爷 人帅 心善 以后一定能取个如花似玉的王妃的 很快 剑七就把周送了过来 再看 本王就把你的眼珠子给挖了 半年之内 替本王把体内的毒清除干净 这半年 本王保你不死 再加一个条件 你没资格谈条件 我死了 你说来本王听听 不是太过分的 本王可以答应 那就再加六个条件吧 王爷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 现在是你在求我 一个大夫 用心为人治病 和不用心为人治病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效果 你在威胁本王 不敢 我只是在跟王爷讲道理 毕竟舒适的环境 顺性的生活 会让大夫的医术暴涨嘛 其实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全天下 除了我 没有人能解王爷的毒 你说 第一 我为王爷治病的这段日子 王爷要保证我的人身安全 第二 我要有单独的院子住 第三 枕金十万两 第四 我治好王爷之后 王爷要将我安全的送出京城 两人对彼此都不信任 于是又签下一纸合约 王爷这次不错呀 可做愉快 半年之内 如果你不能治好本王的话 你就可以去死了 我对我的医术有信心 不会有那一天的 你把徐敏杀了 心疼了 我的意思是 他要是还没死的话 我去补医的 刚客人脱完情 就要杀人灭口 当真是黄蜂伟后真 最毒妇人心的 我就没见过 比他更讨厌的男人 他才发现 他的衣衫全部换过 和黎叔不见了 和黎叔弄丢的事情 他瞒着容九思 容九思打开 用油纸包好的和黎叔 这张和黎叔 是婢女为沐云书 换衣衫的时候 从他身上掉下来的 门外传来脚步声 王爷 隐昌使回来了 请他进来 两人名为主仆 实则轻如兄弟 啊 我不过三天没在王府 就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早知道会有人 趁乱跑去王府生事 我就留在府里了 本王又不是第一次被人恶心 多这一次不多 你这些年来 为大心镇守边关 立下赫赫战功 如心边关稳固 他们就这样对你 本王从未想过娶妻 慕云书是否是真 并不重要 慕云书原本在心中 就生没狼藉 他清新的人 还是散皇子容景彻呀 就他这样的 居然还在大婚当天 做出那样的事情来 简直就是 他可能没有外面传闻 那么不堪 王爷 竟帮他说话 你和他接触几天便知道了 赵凤 他能为我解毒 他为你解毒 他是谁 慕云书吗 这不可能 听着是不是很荒唐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本王也不会相信 他有这个本事的 亲眼所见 这条腿被慕云书 挤出过一地毒血后 能感觉到痛 会不会是巧合呀 不是巧合 你中毒之时 知道的人不多 如果他不是太后的人 那就是个有真本事的 问题是 他怎么可能会有真本事 万一他是太后派来的人呢 问题是 他怎么可能会有真本事 万一他是太后派来的人呢 且他喜欢的是三皇子 他偷换了苏玉心的盖头 嫁进了殿王府 肯定六有所图 他千辛万苦才嫁进了殿王府 如果有谋 昨天就不会离开 万一他是以退为进呢 他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本王已经找遍天下名医 如今最多只能再活个三个月 又有什么好怕的 你别这样说自己 你一定能长命百岁的 那便让慕云书试试看 他现在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要是有什么不良虚心的话 就杀了他 先看看再说 第二天夜早 便有婢女请慕云书起床 说是今天荣九司会陪他回娘家 他想想 园主和娘家上下 差到极点的关系 能不回吗 王爷说必须得回 这是规矩 既然是王爷的意思 那就听王爷的 他见他过来 见其便推着荣九司 去坐马车 犬子顽劣 多亏王爷祥秀 若不是王爷出手 犬子这一次 必死无疑 荣九司到底对徐敏做了什么 才会让这个二货 被荣九司暴打一段之后 还上门道谢 不过是举手之劳 徐将军不必客气 王爷的举手之劳 救了我全家呀 安恩不言谢 王后若是王爷 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差人来说一声便是 徐公子 你东西掉了 多谢提醒 都跟你说了很多次了 做事不要毛躁 什么东西啊 他给我写了什么 以至于这么不能见人 使条味点心 香甜可口 整天乱吃东西 圈子顽劣 让王爷见笑了 无妨 听说令狼的小名叫汤汤 是啊 王爷怎么知道的 令狼那天自己说的 这个名字挺有趣的 他小时候爱喝汤 他娘就给他写了这么一个小名 见名好养活 令狼那也被人追杀 可找到了凶手 暂时还没有找到 经济卫全都是吃屎的 那天弄出那么大的动静 他们绝都不知道 还有星赵府 一问三不知 他们这一次 要是找不到真凶 我就去星赵府 把他们的牌帘给拆了 令狼说 那天晚上很多马峰 围着追杀他的人 马峰是有毒的 被遮之后 红肿很难消退 我怎么忘了这事 多谢王爷提醒 我这就派人去医馆那场 就不信他们被马峰盯成那样 都不去医馆 爹 这件事情在家里 我也提醒过你 你什么时候提醒过我 没有的事 啊 轻点啊爹 轻点 这一次的事情 让沐约书见识到 荣九思的腹黑 这种人是他最不愿意 招惹的那一类 可是 他想想自己现在的处境 好像这界限 无法划分清楚了 沐约书上了马车之后 荣九思看了他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吃纸条的 傻子呢 据说三个月前 有人当着全京城的面 吃下了三皇子写的一副对联 你认你认识吗 这是原主作的蠢事之意 不认识 王爷百忙之中陪我回门 我欣喜若狂 看来你是真的想活着 连情郎送的字条都不敢收了 不是我的情郎 我跟他没关系 你和他有没有关系 与本王无关 但是你现在顶着定王妃的身份 最好不要做犹如本王的事情 否则本王随时娶你狗命 王爷放心 我以后只对你一人死心塌地 绝不多看其他男人一眼 我们已经在太后那里 扮演恩爱夫妻 我会把这一份恩爱扮演到底的 一刻钟后 马车在忠勇侯府的门前停了下来 牧云书看着忠勇侯府四个字 门房见他站在了门口 那小姐怎么回来了 王爷陪我回门 门房这才看到 被一剑气推着轮椅的绒酒丝 夜流烟跑进去通报 一会儿把回礼放下之后 我们就回去 岳父岳母把爱妃培养得如此优秀 本王得好好谢过他们 放下礼物就走 太过失忆 怎么着 也得吃完中午饭再走 就知道容酒丝 八成是在趁机查他 王爷高兴就好 王爷心思陪云书回来 是云书的福气 这丫头自小被我们宠坏了 难大包天 王爷要如何罚他 我们忠勇侯府 都没有任何意见 云书 你平时胡闹也就算了 婚嫁这样的大事 哪里能容得你这样胡闹 王爷就喜欢我胡闹 云书甚好 本王可舍不得罚他 王爷 你别说得这么直白吗 人家会不好意思的 都是自家人 无妨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 帝王和苏玉心 感情很深吗 被沐云书代嫁 帝王不生气 王爷 里面行 他们进了正厅之后 钟永侯 陪着容酒丝 许氏则拉着沐云书去了后院 你这孩子 怎么那么大的胆子呀 居然胆大包天的 逛了苏小姐的盖头 你不想活了吗 夫人这是在相残乐祸 还是在关心我 我是你娘 自然是在关心你 夫人既然是在关心我 为什么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没去王府找我呢 我是今天才知道这件事的 正准备下午去王府找你 夫人的消息 有点不太灵通啊 居然到今天才得到这个消息 昨天 你为什么没有回来 这事不太好意思说 我是你娘 你有什么事情不好对我说 前天晚上大婚 王爷对我太过满意 害得我昨天下不了床 王爷心疼我 便让我昨天好生歇着 今天才回门 丁王和苏玉心感情极深 你这样嫁进王府 他怎么可能不生气 他当然很生气 不过 夫人是过来人 应该知道男人都是好色的 我比苏玉心美 王爷喜欢我很正常啊 他再次被沐云书呛到了 他之前就知道沐云书极美 那就好 我也觉得挺好的 许氏想恶心他 他不是园主 不会再任由许氏拿捏 许氏被他连呛几回后 便借口有事要忙 许氏离开了 恩口传来讲不声 少年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沐清远 如果在这座忠永侯府里 还有一个人关心他的话 那就是沐清远了 园主之前没事 就去欺负沐清远 反而是许氏生的子女 走得更紧 沐云书在翻到这段记忆的时候 再次欲哭无泪 园主真的是蠢得无可救药 清远 好久不见啊 沐云书啊 你真的是无药可救了 你原本仗着娘和贵妃娘娘的婚书 嫁给三皇子已是不该 现在又转头嫁给定王 你这是在找死 定王根本就不是你能招惹的人 你死了 我不会替你收拾的 骂得好 沐清远瞪大了眼睛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只是突然想通了而已 你放心吧 我以后肯定不会再做蠢事了 你又想做什么 沐云书 定王喜欢的人不是你 你要是在定王府里作妖 没人能够救得了你 我这次是认真的 你哪次不那么说 行吗 以后你看我怎么做就好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大霉 才有你这么个姐姐 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 你要自寻死路 我也不会再管你 他说完 从怀里取出了一袋东西 扔给他 你自求多福吧 这是什么 沐清远却根本不理他 抬脚就往外走 这一袋碎银子 不知道是他抄了多少书才换来的 手上满是超书老姐 他见他走路的样子不对 你腿怎么了 沐清远没理他 我的事不用你管 你关好你自己 你又要做什么 你怎么说的伤 为什么不去治伤 你管我 你们书院的那几个人渣 又欺负你啊 关你屁事 你要是屁的话 就是关我屁事 别乱动 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 起开 做好 按方子去药店抓药 外敷内服 最多三点 伤口就能大好了 你什么时候会这些的 之前受伤的次数多了 就学会了 他看了一眼 方子上的字是他的字迹 我说了我会改 我一定会改的 以后我不会再生你的累赘了 我们姐弟二人不相扶持 这银子我不要 你自己留着 莫言书 你是不是又在变什么坏 叫姐姐 你敢打我 对啊 就打你 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抓药煎了吃 否则我打断你的腿 我把银子拿走了 你不要后悔啊 我现在是定王妃 又什么又什么 谁先害你那点碎银子 你赶紧走 手 看着兴烦 他在心里做了个决定 在他逃出京城之前 为沐清远 谋一条出路 就当是报答他对他的照顾 正在此时 他闻到了一股 有些古怪的味道 我不过是顶了许氏几句 许氏就要对我动手了吗 许氏想要做什么 还有些期待呢 一个长得有些猥琐的男子 趴在他院子的后门处 因为许氏要张写 他这个继母对他的宠爱 他之前一直住的 都是单独的院子 他出嫁后 婢女婆子全部都散了 那男子竖着耳朵 听到有人倒下的声音 捏手捏脚地走了进来 沐云书嘴角未高 好戏上场了 一刻钟 钟永侯和许氏 陪着荣九思 往沐云书的院子方向走 云书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我对他都一直寄予厚望 奈何他一直都不争气啊 他不管是品性还是样貌 都不能和珍珍比 我真的是操碎了心啊 沐真珍是侯府的二小姐 许氏生的 爹 姐姐虽然贫气大了点 她那是真性情 只是姐姐行事 还是任性了些 王爷和苏小姐感情深厚 她用这种 无入流的手段 嫁进丁王府 就有些过了 哎呀 都怪我 之前觉得 云书没了亲娘 太可怜 便事事纵着她 这些年呀 把她纵坏了 她才会像如今这般 不知天高地厚 爽五九思 面无表情的 听着他们七嘴八舌的 说着沐云书的坏话 她听着心烦 懒得搭理 一个婢女 匆忙走过来的 老爷夫人 不好了 这婢女 怎么这么没规矩 王爷在这里 大呼小笑地 称何体统 大小姐她 大小姐怎么了 婢子刚才 竟有个男子 进了大小姐的院子 然后去听见里面 里面怎么了 里面传出来的声音 实在是不堪入耳 王爷在这里 胡说八道什么 婢子不敢胡说 侯爷和夫人 要是不信 去看了便知 哎呀 姐姐又犯糊涂了 姐夫 姐姐虽然有些糊涂 但是你大人有大量 别跟她一般倾较 容九思知道 他们在她的面前 表演了这么久 为的就是这事 她倒想看看 今天钟永侯府的 这一场大戏 会演成什么样子 带路 王爷 云叔她只是一时无套 她以后 肯定不会再犯 这个逆女 都吓人了 还如此不安分 你们不要替她 说好话了 她今天若真的 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我就跟她 断绝妇女关系 她不想跟 容九思扯上关系 最好的方式 就是和 沐云叔 断绝关系 容九思何等聪明 钟永侯的那点心哑 她一眼就看穿了 今天这样的局面 她要如何化解 他们很快 就到了沐云叔住的院子 这个逆女 许氏和沐真真 是满满的得意 这一次 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彻底毁了沐云叔 君叔 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呀 做出这样的糊涂事了 哎呀 姐姐 你之前答应过我的 要和那人 断了来往的 今天去 王爷 我还请你看在我的面子上 扰乱姐姐这一次吧 房间的门 被人一把撞开 看不清里面的情景 叔呀 你这是要伤透我的心呀 姐姐 你怎么就这么不知悔 两人还准备了很多的脏水 要往沐云叔的身上泼 却在看清屋里的情景后 惊得把所有的袜 都咽了下去 只见 沐云叔手里拿着一根鞭子 正在狠狠地抽打男人 你们来得正好 帮我做个见证 今天我正在房里休息 这个不知道从哪儿跑来的狗男人 居然想要轻薄我 夫人 你平时不是总说自己这家有房 现在看来 好像也不怎么样吗 二小姐救我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夫人方才说 我伤了你的心 我怎么伤你的心了 二妹 你刚才说我不知悔改 我做错什么事了 哎呀 云叔呀 你这孩子 怎么总是这样呀 这人我们都认识 他之前就和你不亲不楚 也不至于下这样的中手啊 是啊 姐姐 以前你翻下婚障事的时候 我们都能睁之眼 闭之眼 可是你如今 已经嫁给王爷了 怎么还能做这样荒唐的事呢 他没理会他们 王爷 你现在一定对这里 发生什么事很好奇吧 是的 那就让我们来听听 他是怎么说 在你说之前 我先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电网 他是我大尽正义的象征 敢在他的面前撒谎 他会割了你的舌头 他这是在胡搅胡为 他想起他们进来之前 沐云叔对他说的话 你今天只有一次说实话的机会 你如果不说实话 那你就准备活活动死吧 我说我说 是二小姐给了我一百两银票 让我睡了大小姐 我怕惹事 本来不想答应 他说今天会让人打开天门 放我进来 还会给大小姐 下密箱 胡说八道 没有的事 我一向尊重姐姐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姐姐 你在房间里 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 还往我身上在 你太没良心了 云叔 你这一次太过分 就算我平时再宠着你 也不能让你再这样错下去 来人 你们急什么 王爷还没说话呢 让他继续往下说 二小姐还说 只要我把大小姐给睡了 王爷肯定会休了大小姐 他们就把他送给我做媳妇 二小姐 你是个骗子 大小姐根本就没有被迷晕 我进来的时候 他生了乎乎的打了我一顿 你这一般的银子我不要了 你胡说八道 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什么叫你不认识我 你明明是我相好的 你空虚寂寞的时候 总来找我 让我满足你 你不能穿上裤子就不认人哪 你放屁 什么叫我是你的相好的 我已经跟你好了大半年了 你说我活好能力强 离不开我 但是你却又嫌弃我家的门媒太低 配不上你 你只想睡我 不想负责 你看不起大小姐 还嫉妒大小姐嫁入皇族 所以你想让我毁了大小姐 便放我进府 你说我二妹跟你有染 你可有证据啊 他右边胸上有一颗红痣 可勾人了 这人是故意损坏二小姐的生育 把他嘴给我捂上 夫人 这是你急什么 你让二妹把衣衫脱了 看看胸口有没有红痣就好了 没有的话 就是她在造谣 不是吧 二妹胸口真的有红痣啊 她真的跟男人有染 我没有 那你把衣衫脱给我看 证明你的清白呗 她右胸确实有红痣 这事说不清了 王爷 姐姐今天与人司空 却在葬在我的身上 这事儿 还请你为我做主 沐云书听到这话惊到了 居然去找荣九丝 为她做主 前期 有人恶意终上王妃 死 是 荣九丝这么生猛的吗 本王的王妃 容不得任何人污蔑 谁敢往她的身上泼脏水 本王就敢要她的命 侯爷 你的侯府这么乱 会让人觉得你很无能的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想查 给王爷一个交代 本王不管木 云书之前如何 他如今既然嫁给了本王 那就是定王妃 谁敢欺辱算计她 那就等同于欺辱算计本王 我也可明白 明白 明白 爱妃 我们回府吧 他们一走 钟永侯仰手就给了许氏一记耳光 你个蠢货 谁让你动手的 云书如今是定王妃了 你要是再妄动她 给本侯招来祸事 小心本侯休了你 侯爷不是一直也很讨厌她吗 此时何必假惺惺的做慈父 你看看你 都把女儿交成什么样了 我今天这样做 都是为侯府 就定王那样的身份 皇上和太后都容不下她 云书得了定王的宠爱 最后只怕侯府都会被牵连 这事先走一步看一步 往后 你不要轻易动云书 省得惹怒定王 钟永侯爷走 你今天怎么安排 那个小贱人 怎么没有孕 我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了 屋子里的迷香 孕的还是加倍的量 娘 今天沐云书那个小贱人 看起来好像和以前不太一样了 那又怎么样 她就算逃脱这一次 也一样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她这一次应该是定王帮她 否则她绝对会中招 真没想到 定王会如此护着她 定王护着她 不过是因为她是定王妃 她偷人的事情传出去 打的是定王的脸 如果定王一直护着她 那我们以后 岂不是再没机会动手 我听说定王最多 只能再活三个月 所以定王最多护她三个月 三个月后 她必死无疑 娘 您怎么知道定王 只能活三个月的 这事你不要管 你只需要知道就好 定王一表人才 这么短命 有些可惜了 说是定王三个月后就会死 定王死 就是沐云书的了 娘 在弄死沐云书之前 我们得先让这个蠢货 把定王府搬空 沐云书上了马车后 爱飞 本王今日这般护着你 你可感动啊 我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维护我 王爷 你对我真好 你我爹对我还要好 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实话 不在本王削了你的脑袋 喜事带着我回归房之后 他被我怼了几句就走了 目睁睁让人在屋子里放了迷烟 想将我迷倒 回我明节 就把那个男人放了进来 那男人进来之前 我就把迷香给灭了 再挡在门后 把那男人给打晕 把他吊起来打了一顿 后面你就来了 你打了他一顿 他就什么都招了 当然不是 我在他身上扎了几针 那几针会放大他的感官 会让他痛得生不如死 钟永侯说你从小不学无术 从未学过医 他从来就没有管过我 没经过一天做父亲的职责 对王爷来讲 不管我学没学过医术 就是在哪里学的医术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治好你的腿 我现在无权无事 被你捏在手心里 插翅难飞 你知道就好 一直都知道啊 王爷也大可放心 我会拼尽全力问你治病 绝不甘有其他的心思 你若只能治好本王 本王便会兑现承诺 谢谢王爷 今天回去之后 就开始给本王治病 慕云书知道 他今天来中永侯府 试探已经结束了 今天不小 王爷的毒已经渗入五三六府 光耗药物是无法拔除的 需要药物配合针灸 药玉以及推拿 才能将毒素慢慢排出来 所以在正式治疗之前 我需要一套108枚的 长短粗细都有的银针 还需要一个 王爷坐进去之后 能摸到果梗的芋桶 嗯 还有一些特殊的药材 需要准备 这些东西 你开个单子出来 本王让人去准备 回到王府 便洋洋洒洒洒地 开出了单子 芋桶 王府里有现成的 银针 辅一能想办法弄的 到时他开出来的药草 有几位十分珍贵 一时间很难找到 这几位药材 要到后期拔毒才能用到 暂时没有也没关系 三个月内找到就行 正在此时 辅一走了进来 这方子如何 药材的配物十分精准 这张方子十分高明 比我开的要好啊 敢问王爷 这张方子哪里来的 这张方子 能拔出本王身上的毒吗 嗯 这一张方子 是不可能拔掉 王爷身上的毒 但是却能清除不少毒性 对王爷的身体有益啊 长五九四听到这话 扭头看一下墓云书 说用这张方子 配合九转回魂针 你觉得能拔出 王爷体内多少毒素 九转回魂针 那可是古籍里失传的真法呀 放眼天下 没有人会 我们假设有人会 这样能将王爷的毒 知道什么程度呢 嗯 若真有人会 九转回魂针 再拂一只张方子啊 假意时日 或许真能将 王爷体内的毒素 清除掉 九转回魂针 如此厉害 自然 传说那一套真法 能活死人 肉白骨 能从阎王爷手里 呛人呐 这个说法 虽然有些夸张 但是根据古戏记载 如果这世上 还有人会这一套真法 王爷便有救了 容九丝白了白手 是一辅一 可以退下了 你会九转回魂针 是的 这套真法 没有辅一说的那么神奇 但是 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这套真法 对使用者的要求比较高 就我现在的体质 一天最多 只能施展一次 你这套真法 是从哪里学的 我之前就跟王爷说过啊 我的医术 是跟梦里的 白胡子老爷爷学的 我知道 王爷不信这个说法 但这是事实 做没做相 我只是翘个二郎腿而已 他至于这么凶吗 你以前什么样本王不管 但是你现在是定王妃 基本坐相站字都得有 否则便是丢本王的脸 这是在王府 没有外人看见 我随性些也没什么吧 你私底下什么样子本王不管 但是在本王的面前 你得像个人样 我只是翘个二郎腿而已 怎么就是没有人样了 这狗男人也太龟毛了 行吧 听王爷的 第二天一早 银真和芋头 喝最初药方里的药 全部准备好了 劳烦王爷把外山脱了 医者心中无性别 依我看 你就是想占王爷的便宜 看什么 看娘 剑妻 我的意思是 我在看王爷身上的穴位 哪里下针比较好 我发誓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 我对王爷绝对没有半点 非分之想 刀剑无言 容九思清白了一下手 剑妻收剑入鞘 你若是再用刚才那种目光 看本王 本王立刻娶你狗命 不敢了 绝对不敢了 了请王爷将衣衫拉开一点 方便时针 一个大男人 扭捏成这副样子 真的是够了 要不要我给他立个针戒牌放啊 王爷真的让这个不少妇道的女人 把一身给脱了 以前可从来没有那个女人 可以进我家王爷的身呢 他的目光 极快地划过他的胸口 和小腹 并没有看到一丝抓痕 内衣的那个男人 真的不是他 容九思何等敏锐 不想让他看到那些抓痕 所以他这几天用最好的伤药 擦纳到伤痕 几天的时间 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 误运书为容九思 施完一整套针 出了一身汗 你帮王爷按一下穴位 顺着天书穴 一直往下 经扇钟 再到天阙 然后呢 到腿侧足三里 再入太息穴 然后顺着那脚踝往下 一直推到大脚趾 剑鸡是习武之人 他说的这些穴位 他都知道 不能这样 没把衣服脱了 我保证不偷看 等忙自己来 这样腿拿下来会很疼 王爷 你行吗 他也没有脱自己的衣衫 而是竖起食指和中指 顺着穴位往下推 推到天阙时 便感觉到了一股刺痛 墨云书此时是背过身的 却能猜到 他的穴位推到了哪里 不能停下来 墨云书在他的手 到大腿指时 他极快地转过了身 用之前就准备好的三灵针 扎破了他的大脚趾 上雅节 在黑血流出来的那一刻 王爷 麻烦你用同样的方式 推另一条腿 王爷 你好臭 他冷冷地看了剑气一眼 说下错了 王爷很香 王爷你赶紧的 试完针之后 一斩茶的时间内 得把那毒血给逼出来啊 于是 他再次顺着他说的方式 往下逼毒血 和上次一样 在他的手指 碰到大脚趾的时候 他用三灵针 扎破他的脚趾 挤出毒血后 一溜烟就跑了 今天的治疗到此为止 剑气 你记得给王爷煎药 王爷 你要记得喝药啊 屋子里 原本就臭得不行 再加上 后面挤出来的毒血 就更加的臭了 剑气 过来推本王出去 王爷 你要不要 去破个玉啊 王爷 你刚十万针 不能沐浴 荣九思的脸 瞬间就黑了下来 他开开心心的回房了 自大婚夜之后 沐云书就住在 他们大婚时的房间 荣九思 则如婚前一般 住在了松寒区 方才就是在 松寒区里去毒的 那味太大了 估计几天都散不掉 王爷今夜住哪里啊 回房后 王爷怎么来了 他转动轮椅 到床前 王爷今夜 要跟我一起睡 本王允许你 跟本王同床共枕 你敢吗 王爷都隐了 我又有什么不敢的 那你过来 王爷的腿感觉怎么样 若不是本王的腿 明显感觉 比之前松快了不少 你以为 你能站在这里 跟本王说话 想来王爷也知道 我确实有治好你的本事 王爷 还是对我客气一点的好 客气 在你故意把我的屋子 弄得臭烘烘的时候 就应该想到 会有这个结果 什么叫我故意 把王爷的房子 弄得臭烘烘的 应该是王爷 你自己臭 也不能算是王爷臭 任谁中毒那么长时间 排出来时 都会很臭的 你既然知道 为何不提醒本王 王爷病了这么久 这么简单的事情 也不知道吗 王爷 这事你全算在我的头上 抢我的床 会不会不太厚道啊 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 本王想睡哪里就是哪里 我们之前签过协议的 我有单独的院子住 不能出尔反尔 协议上确实写着 你有单独的院子住 但是协议里并没有说 这一整个院子 只住你一身 实在是没有想到 高冷的容久思 居然会跟我玩文字游戏 你住了我的房间 睡了我的床 那我睡哪儿啊 你是这里 王爷就是这样 对能救你命的大夫的 本王并未违背协议 王爷 我真没想到啊 你是这样的人 本王要休息了 你要是不愿睡在这里 就出去自己找地方睡 王爷说这么多 就是想跟我同床共枕嘛 王爷真不用这么含蓄 只说便是了 我又不会拒绝 你要做什么 沐渝说在他侧手的那椰刹那 上了床 下去 我不 凶手 我不 你再不松手 你休怪本王不客气 你有本事你就弄死我 他越是推她 就把她抱得越紧 她这一生 从未与女子亲近过 这般温香软欲满怀 是从未有过的体验 她的心跳 不受控制得快了起来 她的身体 竟一点都不排斥她 反而是有一种 不受控制的欢喜 就连那里 都开始有反应了 这是我的床 你休想赶我走 终九思怒急 索性一个翻身 就将她压在了身下 终九思将她压在身下的时候 是有些愤怒的 在这一刻 她心里突然生出了一个念头 去尝一下她的红唇 看是否如她猜想的那般甘甜可口 终九思的身体 不受控制的往她靠近了些 沐云书感觉到 她的鼻息软软的 带着她身上特有的 清冷血松的气息 剑气的声音传来 王爷 喝药 她看到床上的光景 吓了一大跳 我什么都没看见 她这一嗓子 将沐云书和终九思的思绪 全拉了回来 两人都有些不自在的 别灌了脸 眼睛往哪里看呢 终九思当然不会对剑气 解释什么 只拿起了药碗 将里面的药一饮而进 王爷可要密件 不用了 退下吧 剑气用了一声 她出门和人撞了个满怀 怎么走路的 两条腿慢慢走 隐藏是要去哪里 我有事找王爷商议 你现在不能去 为什么 因为王爷正在和沐云书亲热 困了就回房睡觉 别在外面瞎游荡 我知道你不信 我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也不信 我刚给王爷送完药 亲眼看见王爷将他压在身下 为所欲为 你眼睛是不是有问题 这怎么可能 沐云书他 我也希望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因为我也想不明白 王爷如此英明神武 怎么可能会喜欢沐云书这种女人 这还不是第一次 之前我就见他们抱在一起 互相亲吻 尹兆风却无论如何 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沐云书很邪门 这事我知道了 你别瞎喘 我口风很紧的 只告诉你一人 绝不外传 剑气把药瓦送回了厨房后 遇到了剑十一 我告诉你个秘密 你不要告诉别人 什么秘密啊 我看见王爷和王妃 沐云书在容九四喝药的时候 他已经十分乖巧地 睡在床的最里侧 你下去睡 我睡着了 他伸手越来掀他的被子 忘了告诉王爷 我睡觉喜欢裸睡 王爷要是想要耍流氓的话 尽管闲 反正我又不怕吃亏 沐云书 你能要点脸啊 脸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能当床睡吗 王爷 我今天为你施针 损耗了很多精气神 我这会儿真的挺累的 我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养好身体 才能为你继续施针 你不是说九转回魂针 每天都能施展一次吗 这一套针法 确实每天都能施展一次 但是连续施展的话 对身体损耗很大 而要将你体内的毒全逼出来 我至少需要施九九八十一次 我若不养好身体 后期根本就施不了针 可是他此时脸上确实满是倦肉 他倒不好 再强行将他扔下床 你本王远点 你竟往哪里碰到本王了 本王就剁了哪里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一睁开眼 就是绒九丝 那张俊得不像样的脸 只是睡一觉而已 怎么就睡成这种 这种缠绕的样子啊 绒九丝睁开眼睛 王爷 你昨天晚上主动抱着我睡 你要不要把你的手砍了 你看看你现在睡在哪里 再想想你睡之前是在哪里 这不是我的错 这叫异性相吸 你手搂着我的腰 这就是证据啊 你还有什么歪理 不如以此全说完 我只是想好好睡一觉 怎么就成歪理了 再说了 我休息好了 我是为我自己 而是为了能更好地为王爷治病 作为一个救死府上的大夫 我有错吗 他这话里处处都是拿捏的意思 我好想揍他 别的大夫给病人治病 病人只差没把大夫供起来 我能治王爷的病 全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 我真的 我真的太可怜了 闭嘴 他穿好了衣衫后 自己转动轮椅出了院子 引赵峰在外面等他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夜回来的 事情已经办妥了 就等余上钩了 他见引赵峰欲言又止 怎么了 事办事不太顺利吗 不是 王爷的私事原本不是我能过问 这是沐云书的身份特殊 除了他生命狼藉之外 还可能是三皇子的探子 就算他愿意洗心革面 好好伺候王爷 就凭他的过往 也是配不上王爷的 容五九四还没说话 你当你叫王爷是配种的猪吗 我配不上 你是不是要另牵个 貌美柔华的姑娘 来给他配种啊 我极度怀疑 他是在变相地骂我是猪猪 他这话也太粗俗了 王爷 他是谁啊 王府常识引赵峰 见过 换他王妃 不管他之前做下的事情多出阁 他都跟本王败过天地 在他正式离开王府之前 他都还是定王妃 见过王妃 我只是暂时在王府借助我 隐藏使不必客气 虽然王爷娶我确实有些委屈 但是这事儿是阴差阳错 我管你下王爷面相 以后一定能娶一方贤妻 夫妻恩爱 长命百岁 你闭嘴 今天王爷要抛药月 我去给王爷准备药材